香港有一個同盟 他問我一個問題 師尊上回曾經提到 徒登達爾吉喪師轉世在人間 那麼有一次 這個師尊在法會裡面又講到 徒登達爾吉喪師 徒登達爾吉喪師又來到我們的會場 請世師尊這樣子算 是不是矛盾 他已經轉世了 徒登達爾吉喪師已經轉世了 怎麼他又來到我們的這個 附魔法會的會場呢 這不是矛盾嗎 跟大家講 在人間的腦海裡面 的確是矛盾 他已經轉世了 怎麼他又來到我們這個附魔法會呢 不是很奇怪嗎 大家想一想 如果在法界裡面 在真實的法界裡面 其實都是真實的 法界跟人間是不一樣的 法界跟人間不同 這怎麼講呢 也就是說 天上有徒登達爾吉喪師 地下有徒登達爾吉喪師 在人間也有徒登達爾吉喪師 在法界裡面是可以的 在法界裡面是可以的 佛法真正的 三季一如 三季一如 橫遍十方 上方下方 中間八方 加起來剛好十方 橫遍十方 十方法界 都有徒登達爾吉喪師 所以他的轉世 跟這個他的法身 到了我們這裡 那是沒有矛盾的 大家可以 腦筋想一想 另外再回答第二個問題 有人寄信給師尊 說請求師尊介意 因為他媽媽過世 然後我一看到這個信以後 就寫上以階 然後簽上聖宴 然後寫上聖宴 然後寫上年夜日 用手哈一下氣 蓋一下這個信 蓋一下他的名字 蓋一下他的八字 讓他 這個 往生佛國淨土 結果呢 這個 師尊接引以後 他們兩個人 到了一個廟去 那個廟裡面有一個通靈的人 就跟他講 你媽媽一直跟隨在你們兩個身邊 這一下子 他說 我媽媽一直跟隨在我們兩個之間 而且他講出他的形狀 你媽媽長得怎麼樣長得怎麼樣 都很符合 這個時候他就來來風信 請師尊解釋 為什麼師尊寫說 已經接引到佛國淨土 為什麼我媽媽還跟在我們的身邊 這個要解釋喔 你解釋不來你就完蛋了 這就是矛盾啊 我母親因為 寫信氣 寄了五塊美金 師尊寫 以接引 啪一口氣 蓋在上面 已經接引了 為什麼他還跟在我們兩個身邊呢 這個就矛盾啊 一個到西方極樂世界 一個還在人間 這不是矛盾啊 沒有矛盾 在真實法界是這樣子的 有很多的靈界 靈界在裡面 像師尊來講 在馬哈雙年寺 有師尊的法身在那裡 在人間又有師尊 說不定在地域辦法會 還有師尊呢 對不對 在地域也有師尊 那麼有一次 師尊也出現在 晚上大家 這個堂的人全部做夢 第二天啊 師尊 這個第二天啊 這些堂裡面的所有的人 很多差不多一半 都夢到師尊 那麼我也問大家 夢中的師尊 到底是不是師尊呢 而且每一個人 通通做不同的夢 有一半堂裡面 有一半的人 通通做不同的夢 哪一個是真的師尊的 在夢中出現的 的師尊 所以在真實法界裡面 有這種現象 可以講 另外一個生 一個生已經接引到佛國淨土 一個生還跟在你們 甚至有幾個生 已經去轉世為人 在真實法界裡面 是有這種現象 而且告訴大家 師尊的加持 哈一口氣 你五塊錢嘛 五塊錢 就五塊錢的加持 減輕五塊錢的業障 那邊不是每一個人 全部寫乙接引 就全部都到佛國淨土 你業障很輕的 哈一口氣加持 你真的往生佛國淨土 這個恭喜你 五塊錢就往生佛國淨土 太便宜了吧 對不對 但是他因為業障很輕 一下子就往生佛國淨土 那個業障稍微重一點 哈一口氣 減輕你的業障 你下一輩子轉聖 那你本來是女生 一轉就變成男生了 就出生在人間 也有可能的 那麼突然之間 師尊忘了哈一口氣 再哈第二口氣 再硬一下 哇 這下子好了 你五塊錢變成十塊錢 就到了 欸 往生到了天上戒 天上戒就租天啊 到了租天去 那是業障稍 業障沒有業障 業障輕一點 業障稍微重一點 來業障更重的 拍一口氣 印一下 哇 他從地獄裡面跳出來 本來要轉生到畜生到的 你就轉生到 比較高級一點的動物 那個出生到的很多都是 不是很高級的啦 像毛毛蟲啊 蜘蛛啊 你轉生成為毛毛蟲 成為蜘蛛啊 你知道嗎 毛毛蟲跟毛毛蟲 你轉生成為蜘蛛 你轉生成為蜘蛛蟲 然後你轉生成為蜘蛛蟲 嘩一口氣 哇 你變成彩虹山蟲的鹿 你就轉世成為彩虹山蟲的鹿了 還不錯啊 你嘩一口氣五塊錢 你就變成鹿了 你本來是轉世蜘蛛蟲的啊 那麼 那這個所謂乙接引就是說 幫你減輕你自己本身的業障 不要變成蚊子 變成蒼蠅 變成蜘蛛 變成蟑螂 至少你變成雞啊 鴨啊 鵝啊 雞啊 鵝啊 Turkey啊 火雞啊 也不錯啊 對不對 那至少你可以活得比較快樂一點 然後更高級的 你因為你變成雞鴨蛾 火雞 會被人吃掉 哈一口氣硬啊 唉 你就變成草紅山蟲的黑熊 哈哈哈哈 啊 這高級一點了啦 已經很高級了啦 那是 那是業障重的嘛 你給你哈一口氣 你不入地獄 不成惡鬼 不會到地獄 不會到惡鬼 不會到畜生道 就已經很好了 所以給你寫以接引 就是師尊已經給你加持過的意思 然後 減輕你的業障 便不一定往生到佛國淨土 如果這樣子能夠往生到佛國淨土 我寫信給我的根本上司就可以啦 我不用修行啊 對不對 我修什麼行呢 不用修行啊 到時候 你們那個弟子給我寫一封信啊 給這個天上的這個 這個圖登達爾吉上司啊 兩名和尚啊 十六四大寶王喀瑪巴 說盧樹之影金走啦 祈求皆隱啊 結果他們在這個 在法身的境界裡面給我哈一口氣 哈 好 到佛國淨土祭啦 大媽哈雙年齒啦 那我還修行幹什麼 修行很辛苦的 修了半天 還不一定往生佛國淨土啊 越修就越糟啊 越修越障越重啊 多得很啊 修不來的很多啊 所以我就是今天跟大家解答這種事情 就是 你看嘛 身外發生 神外發生的道理就是在這裡 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以前在世的時候啊 不是我在世的時候 我還沒有死掉 以前李秉南基寺啊 那個台灣的大基寺李秉南基寺 他在講淨土的時候啊 他講說 這個能夠到淨土的 其實也不多 那慈民念佛真正能夠到淨土的 其實也不多 不容易啊 所以修行實在是不容易 你知道啊 那個到阿彌陀經裡面寫的 一個很關鍵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心不亂 誰能夠一心不亂啊 大部分到死的時候啊 心都亂了 心都亂了 我的錢啊 我的錢啊 那一天到晚 哎呀 我的錢啊 你根本就沒有錢啊 你還想你的錢 這個啊 世界上有兩件事情 都是很悲慘 你死了 錢還沒有用完 還剩很多 這很悲慘 對不對 還有一個 你沒有死 錢都用光 這都是很悲慘的事情啊 這個就是很悲慘 要剛剛好 你人死啊 錢也用得差不多了 天底下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要修行真的是 但是 講實在話是真的很困難的 你剛剛煩惱錢啊 要煩惱你的子女啊 那天這個 這個博士 這個博士教導的 那博士跟他的husband 抱著他的那個baby 剛出生的那個小女兒 小女兒來問我 他將來做什麼事業啊 這個小孩子將來做什麼事業啊 因為他是博士嘛 我又不好說 不回答他這個樣子 算了一下 他說 他做企業 將來可以做企業家 將來當財主 做企業家當財主 他們抱著baby就很高興 對 這個樣子 還好你沒有問我說 他的婚姻在哪裡 哈哈哈哈 還有 就 就是 人就是 心會亂 一想著自己的子女 有的還沒有結婚 有的結婚 又離婚 有的結婚 又 兩個人又處得不好 也不同房 又分房 兩個人 又煩惱 他們兩個人 又不 又不形煌 煩惱太多了 行房 分房 這個離婚 單身 都是你煩惱的 你的男的女的 生男生女育兒 有的沒嫁 有的怎麼樣 有的嫁得不好 有的嫁得很衰 有的嫁得 嫁得天天被老公打 你就要死的時候 煩惱這些 哪裡能夠往生啊 一心不亂耶 你又煩惱 我的妻子還在啊 還年輕啊 那我已經就死了 哎呀 念什麼佛啊 想想我的妻子要緊了 將來她會不會嫁人啊 那妻子在旁邊聽了 你放心的走吧 你不要想我了啦 老公說 我怎麼可以離開你啊 我怎麼 我要跟你道歉啊 道歉什麼 我這一生當中啊 這個現在要走了 老實跟你講一句 講一句真實話 我有一次的分外情啊 那老婆在旁邊跟她講 小事情小事情 你看看你這些兒子哪一個像你 這一下子一氣啊 本來可以到佛國淨土的 就變成出生道 好 一心不亂 阿彌陀心講的一心不亂 很難的 哪一個人心不亂 所以真的 修行要有 真的是 要有定 那個定力一定要出來 定裡面生了知慧 知慧才可以破解到 整個真實法界 才能夠融入光明裡面 這一點非常難 所以你入三昧地 入三昧地是做什麼 我們每一次都有入三昧地 入三昧地就是定 就是跟本尊合一啊 師尊每一次做父母的時候啊 或者是跟大家繞佛 繞佛 我觀想自己 成為我家裡一尊的那一尊 阿彌陀佛 我觀想在 我在左 是阿彌陀佛在左 我嘴巴念著佛 但是我的心啊 身啊 身跟心 完全都是阿彌陀佛的信心 這個時候阿彌陀佛就來入我我入 他就從我的頂竅 進入到我身體 我真實地變成阿彌陀佛 一路走就一路 一路念佛 其實身體也變成阿彌陀佛 然後繞到這個廟的中間的時候 又在定的狀態之中 這樣子才叫一心不亂 你要信念得出來你 怎麼如何一心不亂 剛剛我在做父母的時候啊 入了禪定 那麼連發生大事下降到我的身上 我知道他下降 接觸來一下子他又離開 那麼就有這一種結束出來 一種結束他已經跟我合一了 這個叫做一心不亂 那你在 你在要走的時候也是一樣 要離開人間的沙佛世界也是一樣 一定要一心不亂 你一心不亂 那本尊下降 你融入本尊 跟法界就融入法界 大圓滿是融入法界 你自己已經化成光了 包括你的心肝比會肾 包括你的所有的骨 所有的肉 全部化成光明 這樣漸漸的融入法界 就像一滴水啊 滴到大海裡面 整個法界裡面啊 全部都是佛性 你就變成佛性的一部分 你已經融入了法界 這個就是成就了 所以這個身外化身也是這樣子產生的 身外化身也是這樣子產生的 你看連華生大事喔 可一個連華生大事變成三個 變成六個 變成九個 變成滿天空的連華生大事 這種情形 就像西遊記裡面的孫行者 孫悟空啊 你看西遊記裡面 他能夠拔下那些毛 吹一口氣 吹一口氣 把他灑出去 就變成 哇 幾千個幾百個這個孫悟空 每一個人拿著都金剛棒 跟那些所有的魔軍啊 在那邊打 在那邊這個 戰鬥 就是這樣子的 神外化身 真實法界也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大家了解 我解釋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說 這個 圖登大吉上司已經轉世 但是他又來到我們的 這個 法會的現場 那麼我解釋 這意加持了 往生佛國淨土了 為什麼他還跟著我 這兩個都是最好的解釋 這個 另外那一個 第二個解釋呢 是那個 哪個法師回信的時候問我 連譽上司 喔 連譽上司 連譽上司 連譽上司問的 我這樣解釋 你有沒有這樣回答 這在 這在 這一封信 這封信回了沒 回還沒有出去 喔 回還沒有出去 給它拿回來 重新再回 喔 好 這樣懂嗎 我這樣子解釋 你就清楚了 真實法界就是這個樣子 你不相信 跟著我 那是 那是 那是